在娛樂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次想說一說陳蕾 因為事緣我本來也不想再說陳蕾 因為我覺得她是...不知道 我覺得她是有一點自己拿來衰 但我覺得對這件事也沒所謂 對這件事 但我最近在連燈看到一個文章 說陳蕾出黑暗兵法 什麼為黑暗兵法呢? 就是說你做一個策略出來 原來這個策略表面上就是正的結果 但原來暗碼底你就想要負的結果 而實質上又變了負的結果 正正就是投射在陳蕾 請Layvon上去演唱會表演的情況 究竟是怎樣?好可愛 這個立論也挺新鮮 高音仔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留個言一個心心一個笑容 怎樣都可以了 還有就是課金支持 好了課金支持 最重要 OK 講陳蕾就是暗黑兵法 講什麼叫暗黑兵法呢? 首先我們從一個表面的事實設入 第一件事 陳蕾請Layton上去演唱會 就是他很正面地想 究竟陳蕾的目的是什麼? 第一陳蕾的目的是他想當日 《造星5》的時候 答應過Layton會帶他上舞台 為了兌現當日的承諾 所以今天去開演唱會的時候 就帶Layton上台 沒問題 表面的成立是這樣的 但是究竟 現在就開始陰謀論了 暗黑兵法的陰謀論 有連登仔就說 陳蕾其實本身就不喜歡Layton 因為陳蕾對於Layton的前女有死亡 本身是知道那個情況 也都知道Layton是有借錢的 分手又借錢的 還要粗口叫人家去交罰款 所以陳蕾一直都知道 也都一直很不蝕 Layton這個日子 但是當然他作為今年《斥差樂壇》的女主角 有名有利 還有他作為一個最好的結果 就是去開演唱會 當然我之前都說過 有時候開演唱會不是一個好的情況 但是這個稍後再討論 好了 接著去開演唱會 你不排除 有人借一些議題就說 喂 想當日 當然不會說到這麼壞 可能他覺得 提一提一下陳蕾 上當日你做導師的時候 答應過大學上舞台 那你現在 啊 開演唱會了 是不是要對應神承諾啊 是不是啊 女歌手 這樣 我不排除這樣 但是陳蕾呢 其實他知道這件事 所作所謂 不要告訴我 不知道 這件事 十個月之前 雖然是十個月之前 但是那時候這麼糟糕 基本上我自己覺得 都大部分人都會知道的 香港人 也都現在有這麼多難包 陳蕾那麼貼近 這個造星五點會不知道 實知 但是問題上他當日的承諾 又要對應 如果不是又會被人反出來 去吵 那他就想了 唉 那就是大又死不大又死 唉 突然間他就 在他的 鬼桶底 有一本叫做 暗黑兵法 那暗黑兵法呢 當然是 源自於這個鬼谷子 但是這件事我就不在這裏 告訴你們了 因為鬼谷子那個 鬼谷子那本 謀略書呢 其實是現今的 暗黑兵法之一來的嘛 那當然這個我 有機會我再跟大家說 也都不是太鼓勵大家用的 暗黑兵法 那陳蕾就在想 唉 帶他出來 會做公關災難的 因為 畢竟 他女朋友死了十個月 是不是 這件事都叫做 可以說是都是很 很惹戰在燃的 都很Hit他一炒出來 唉 然後去看這個暗黑兵法 不是的 喏 我帶了他出來 我又可以贏到一個 忠守 遵守承諾的對戰 那跟著我又 唉 不如我表面上 是不是都好 我都死慘了 Layton 那跟著一定會有些 連登仔 翻炒我那些 那些黑歷史出來 一定是暴大他 當時死的那個一定是Layton 我最多是 罵上一個罵名 就說 我明知那個害死女朋友的人渣 我都帶他上台 不過我是因為要兌現承諾 咦? 似乎陳雷計算一下數 咦? 似乎都有得想 有得想 這樣 你不請他 反而一會兒給Layton 是吧? 就是大做文章 說陳雷 啊 就叫做出了名 不認數 那就落得一個罵名 更加不好 那跟著陳雷呢 就特意把這件事 就又 說給傳媒聽 跟著請到Layton 上來又拍照又成 跟著還要在訪問中 就說到說 嗯 我 我不記得 Exactly 他用什麼字眼 大約的意思是說 我認得到的人 我才會care 我認不到的人 我就不會care 就是如果以當年 亞洲星光大盜的得獎者來講 到今時今日去拿出叱渣女歌手來講 那說這些說話就未免太無路 但我應該想回是 就是連登仔的分析 都是在說 以這個會不會暗黑兵法 就是把Layton推置到一個極致地方 跟著就被人拿出來 就是猛烈批評和激 就是批鬥的樣子 咦 事實上又是 你想一下 即現在網絡上 再講陳類的post 是少之有少 除了這個暗黑兵法 最主要就是對著Layton 和對著Date 那當然我自己都分析過 即是究竟Layton和Date 究竟是不是應該這樣批判 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Layton就一定要批的了 但Date呢 如果她真的有個證據 證實牽涉了下去 她的前女朋友和Layton之間的第三者 我告訴你這件事 我告訴你這件事 真是黃千華都拆不成 我告訴你我很肯定是拆不成 是不是 還有 為什麼這件事會形成這麼壞 就是因為 我們都眼見有很多人會出現感情 譬如第三者也好 或者是怎樣也好 那可能正正Date Layton和她前女友Jesse 就剛剛重疊了 在現感也不是什麼大件事 但是最壞的一件事就是 說Layton的格衰 對不對 她不好好分手 對不對 她沒有部署得好 不妥當 還要分手了之後 去問別人拿錢拿下最賤價 我覺得 這件事我想是 在這齡齡齡這麼多的因素之中 是令人最厭惑的一個因素 喂 你不要說男人女人 你分手了 還要找前度好處 喂 你這樣給人一個誤會 一個錯誤的期望 就是在說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還有機會和Layton一起 這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很PK的一個表現 對吧 就是說如果你分手 你不要吊著別人 傻傻脫脫的分手 不要再給別人一個 不切實際的幻想 那反而都更好一點 你分手還要拿別人的好處 這件事真的 不是說男女的問題 是人渣的問題 完全是道德觀念的問題 對吧 而如果阿Dae 你跟這個人一起 雖然COLA裡面 我利身 我又不是最喜歡阿Dae 但問題上 你就這樣看這些 這樣的前因後果 阿Dae的為人 你真的很難不去把他 所以我知道陳雷可能都盤算過 即是根據這個暗黑兵法 他都盤算過 咦 即是既然是這樣 不如就把阿Dae出來爆一下 爆一下吧 最終他可能 喂 分分鐘 分分鐘 我自己這樣說 純粹猜度 估計 分分鐘陳雷知道阿Dae和阿Dae的事 分分鐘阿Dae和阿Dae的事 是陳雷爆出來都還沒頂 暗黑兵法裡面 喂 那現在 整件事又是 陳雷 他好像看情況貌似 現在有少少脫到新的跡象 對不對 現在那個箭頭 是描向阿Dae 就好像陳雷就 被人稍稍忘記 嘩 如果是這樣做 我又真是 看高 看高陳雷一線 好厲害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又覺得 嘩 真是厲害的 陳雷 真是 國官仔都 沒有那麼神奇妙算 但是 我初初沒有想過暗黑兵法這件事 我初初想著 陳雷是 衰天真 或者衰 講原則 或者是怎樣 但是現在 越想他 一開始 你仿佛是公關災難 但是現在看見他全身而退 咦 咦 那我又有些 另外一個想法 那當然這些 全部就是 純粹這個 連登的猜測 和網民的猜測 這樣 但是我覺得 喂 似乎看一看下一又 挺合情合理 是吧 咦 好像使用了暗黑兵法 這樣 但是 當然這件事 就 永遠不會知道真相 老實說 我們這些 唐邊學 只是看到這樣的情況 咦 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去跟大家 純粹純粹分享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 就是 看一下這件事 如何發展 那麼高恩仔 都會持續跟進 畢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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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克Viu和Viu的家事 所以我自己都是要 就是 看一下 了解一下 關心一下 好 那今天的 娛樂綜合新聞報道 就是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 期待 18 19 21